我是张雪峰老师 你什么干嘛来了 考验 可不能让你跑 放学别走 为什么呀 是因为老师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大家好 我是张雪峰老师 那么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在我的微博下面 经常我同学问各种乱七八糟 什么样的问题都有 那么今天呢 张老师特意给你们开辟了一个栏目 叫做张老师有话说 来看看你们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看看张老师都是怎么回答你的 高考没考好 读大专又不甘心 我该怎么办 哎 这位同学 你问的是你到底要不要复读吗 那如果说你问的是 关于复读这个事的话 我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这一次的高考 你觉得你已经发挥出了 你的正常水平 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去复读 因为明年你也就这个样子 如果说这一次高考 你觉得说张老师 我这个人实力很强的 我原本是要考清华百大的 结果这一次发挥这场 考到了大专 那这样的话 该复读就去复读 因为这不是你今年的正常发挥 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水平就不高 也就是个大专的水平 大专要不要去读 或者说我读了大专以后 我将来怎么办 这一点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大专绝对不是你学历的一个终点 因为大家你要知道 大专这个学历它比较尴尬 你说它算不算大学生 它也算但是在很多人才的政策上 它并不算是大学生 比如说现在中国很多的准一线城市 注意我说的不是一线城市 不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 我说的是准一线城市 像武汉 成都 西安 合肥 南昌 这种所谓的准一线城市 他们现在在落户口 买房子 创业的政策支持上 他们的支持对象是本科学历以上 所以说大专的各位同学 你读了大专以后 你最起码要把自己升到本科 而且万一你将来有这么一个想法 加入到我的门下 你说张老师 我想考研 那么大专这个学历在考研当中 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歧视 比如说你们在大专这个学历 毕业两年才能去报考研究生 再比如说你大专这个学历 如果说进入考研的复试 复试还要再加试两门科目 再比如说很多九八五工程大学 在招研究生的时候 干脆就不要第一学历是大专的学生 所以说这些人你要知道 能考个本科尽量考个本科 这绝对不是你学历的终点 这是忠告忠告忠告 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我该怎么发展自己呢 大学当中怎么发展自己 我估计问这个问题的人 应该是大一的同学吧 因为我估计大四的人 你都不用问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 然后的话呢 如果说想发展自己的话 张老师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一定要去参加各种社团 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首先我们来说社团哈 那么社团你参加过以后 那么你会发现在身边 有很多很多其他专业的人 这其他专业的人会让你了解 其他专业的专业背景 如果说你在大学里边 你就是老师我要好好上课 或者怎么样 那么同学 你的专业的背景 或者说你所知道的专业 这是仅限于你现在自己 目前的这个本科专业 但是这有没有利于你将来的创业呢 是没有的 你比如说张老师 我学计算机的 我将来我要创业 我要自己干 老师 我要开个互联网公司 那同学 你开个互联网公司的话 技术你懂 没有问题 但是是不是需要一个 有管理的人呢 是不是需要一个 有销售的人呢 那么计算机 能不能跟别的行业去结合呢 如果说你只懂这种技术的话 你会发现 你自己独立去创业 说实话是很容易失败的 现在你想一个人 想干好什么事情都不行 一个好汉三个帮 你是一个好汉 最起码得认识 三个能帮助你的人 那怎么去拖展自己的人脉 其实你会发现 社团就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选择 各个大学 每年在开学的第一个月 都有一个著名的战役 叫做百团大战 各种各样的社团 但是以张老师的经验 这是我的经验告诉你的 千万不要在社团 面试当中 太展露自己的风 你比如当年 我在参加社团的时候 去参加辩论社 因为你看张老师 口才比较好 我觉得我人长得又帅 口才又非常的好 像辩论社团 主持社团 这种社团 我觉得我面试 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搁第一轮面试 就被干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面试完以后 发现他们根本就不需要 一个社团的主席 搁着实力一看 那还有 你还有供应师妹的份 那师妹都跑在我的身边了 对吧 所以说的话 那个社团的领导 就直接把我排除在外了 那么排除在外怎么办 社团是一个方法 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多参加各种各样的 社会实践活动 比如说去做一些兼职 做一些兼职 那么大家多出去 跟这个社会接触一下 其实我一直觉得 大学它就是一个什么 让你长见识的地方 你除了把你这个专业课 能学好学好以外 另外一定要去多长长见识 它是一个从学校 到社会的一个缓冲地带 它又有学校的性质 又有社会的性质 比如说你社团也好 它就有点社会的性质 你去外面做兼职 去了解这个社会 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学校 所以说它是一个学校 和社会的缓冲地带 在这个缓冲地带当中 一定要去多交一些朋友 多了解一下 其他的专业背景 这样的话 你大学上班以后 回过头来发现 这个大学才没有白上 张老师 我们请示六个人五个群 怎么样看待大学之间的人际关系 我的天 一个宿舍六个人五个群 你们这人际关系也太复杂了 我猜问这个问题的应该是个女生 好像男生之间的人际关系 没有这么复杂 男生和男生之间只有两种关系 一种叫好朋友 一种叫好基友 对不对 那老师 我怎么处理大学之间的人脉关系 张老师给你说两点 首先第一点 就是你有多少人际关系 算是你这人际关系处得很好 那么这里边 张老师给大家重新提出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不是我的 这是我经常告诉大家 你要看书 对吧 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 冯伦写的叫野蛮生长 在这个野蛮生长当中 冯伦同志 有一种朋友的理论 叫做十三十六十理论 什么叫做十三十六十呢 这十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拿起手机 现在说你缺钱 你比如说一月生活费是一千块钱 那么对于你来讲 可能就是五百到一千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了 对吧 你说老师 我现在一个月生活费一千块钱 我现在缺五百块钱 你拿出你手机通信录里边 你说我缺钱 你给这些人打电话 包括咱爸咱妈加起来 也就十个人会给你打钱 你数一数 大概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你让你的父母回头数一数 是不是这样的 缺钱马上就给你打钱的 这是关系好多 可以去借钱了 知道吧 那么三十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朋友 闺蜜 这帮人呢 你就是男同学经常在一起踢球 经常在一起打篮球 朋友 经常在一起 经常在一起喝酒 女生呢 闺蜜 经常在一起逛街 对吧 经常在一起逛街 经常在一起聊天 上个厕所都收完手一起去了 这种人 但是呢 还没好多借钱 可以叫朋友 可以叫闺蜜 这样的人是三十个左右 那六十是什么呢 我认识 什么叫不认识 一说这个人 什么专业的 学习成绩怎么样 我在哪哪哪曾经认识他 但是你说你们两个经常在一起去踢球啊 逛街 有吗 没有 我认识他 哎 这个关系也就六十 那么你能把这个十三十六十 这三种人啊 在你电话号码本里边给他归拢出来 其实你的人脉关系也就够用了 那么你上大学期间 你能把这十三十六十各种各样的人群能找到一半 你这大学的人们关系处得可以说是相当好了 因为毕竟你一个班里边那么多人 有的人会成为你的兄弟 走的那一天你们都要哭的 有的人呢 萍水相逢 哎呀 好朋友 称死在一个城市里边见一见 有的人可能就老死都不想往来 不是你不想往来 而是你根本就往来不了 居时大家天南海北的 大学毕业以后 你再想聚一块 特别特别的难了 那你同老师呢 我怎么才能见面出来 这个人是值得深交 还是也就潜尝则止呢 这里边给你们一个方法 就是吃亏 想交朋友 一定要学会吃亏 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你比如说请人吃饭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 请人吃饭 很小很小的事情 比如说你请他吃一顿饭 请他吃第二顿饭 请他吃第三顿饭 请他吃第四顿饭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还是让你掏钱 没有主动去说 把这顿饭的饭钱给截掉 这个人把你花钱都成为一种习惯 这种人就绝对不值得你聚焦 知道吗 如果说你请他吃第一顿 第二顿你本来也是想请他吃的 他说哎呦 不好意思 上次就是你请他 这次必须我来特别的倦 知道礼尚往来 这种人就最起码人品是没有问题的 这值得交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看他说出去的话 到底是不是一个图摸一个丁 我说今天我干这个事 明天我就一定给他干成 我跟你说这种人很可怕的 知道吧 这种人很可怕的 我说到做到 说到做到 这种人我跟你说 跟他成为朋友以后 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很有发展 非常有发展 他说我晚上七点上自习 我们上大学就有一个宿舍同学 晚上七点上自习 七点之前不管在干嘛 比如说你打游戏也好 还是打扑克也好 打扑克都输钱了 在那块 到七点准点就抬起屁股 从寝室走出去 到教室去上自习考研 后来这个人学地信的考研 考到五大 后来又考博士 考到中科院 现在在首都生文大学 做博士后研究 就这种说到做到的人 他未来一定会很有成就 言而有信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这个人说话 就跟放屁一样 对吧 满嘴跑火车 这哥们满嘴跑高铁 你这种人的话 就很不值得交 所以说关于交朋友 张老师就给你这样一些介密 好吧 今天的问题呢 我们就回答到这里 不知道我的回答 大家是否还满意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继续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和我的微博下面给我留言 说不定有一天 你的问题就由张老师来回答了 微博搜索张雪峰老师 观看更多新内容 我在这